奇怪的指導老師 有時候我在夾娃娃時 哇!花了有點多錢了耶 會突然出現高手在旁緊盯著 偶爾還會唸幾句 哲哥 不能這樣 捏太多了 不對 靠北 壓力好大 結派錯了 還是大哥你來 我錢給你 你幫我夾 這台喔 真的喔 敲那麼大力沒關係喔 可以敲 我要在洞口了 敲一下就會掉下來 這本來就大家默認的 不然你一夾又往裡面丟怎麼辦 不得不說他的實力超強 雖然一直罵髒話很煩 最後他幫我親台 全部娃娃都夾出來 好強 一個保夾夾出四個娃娃 那你拿兩個 我們一人一半 我不要那個 全給你吧 我因為也不想要那麼多個 就送給路人小孩 這種在旁邊教學的高手 我遇過超多個 他們很熱情 但每次要跟他們說謝謝 他們都會轉頭沒反應 像急著遇到女生 宅泡模式的我 雖然他們很強 但有時候 我還是想自己夾 我只是想享受過程而已啊 流行過的夾舞 什麼東西都流行過 洗衣球 憂鬱遊戲的娃娃 但憂鬱遊戲完結幾個禮拜 就幾乎變垃圾了 最誇張的是有一陣子流行 夾女生賴 保夾500多 夾到可夾賴 男生也太可憐了 連女生的賴都要花錢 要到賴要怎樣 這種管道認識 女生真的會跟你認真聊天嗎 台灣的男生 要加油啊 而娃娃機市場 也有一些類似通行貨幣的夾舞 例如藍牙喇叭 一顆可以賣300之類的 是大家公認的 因此去夾這喇叭 從來不是要使用 而是要夾來賣 這現象蠻有趣的 直接變成一個產業的循環啊 何謂撿尾刀 有時 好不容易花了幾百元 將物品喬到了好位置 突然發現 幹 沒零錢了 我得去換錢 這時離開 超危險 有人撿尾刀 前面的幾百元就放水流了 喔 有好位置 嘿嘿 哇 因此 我們會放個外套或飲料作為暗示 代表我還在用 但有次 我朋友 喔 沒零錢了 快去換 放下紅茶 他在幹嘛 為什麼 我放了飲料了 你看不出來嗎 柏俊 這阿伯是故意裝傻的 首先 他動作很快 你換零錢 不過30秒的時間 他就立刻發現 是好位置去夾 夾完後 不往我們這邊看 眼神不自然的走掉 而且你大叫 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正常會被你的音量影響 而轉頭看你 他是故意 無視你的紅茶的防禦啊 可 可惡 人不要連天下無敵 還有一種狀況 是我夾了數十次都沒夾到 嗯 我來試一次好了 可以嗎 可以啊 夾到了 這情況有點尷尬 洋蔥花了幾百元 撲跑位子 但夾不到 阿文卻十元夾到 那這樣 到底要不要欣然接受這個公仔呢 帥氣一點的人就會 沒有 給你啦 叫我大哥吧 也有人會 我真的運氣很好耶 呵呵 真的 掰掰 喔呵呵 心情好複雜 但也沒辦法 是我自願放棄的